歡迎回來 要帶你來看到了 最近黑道幫派是舉辦參會 還有春酒 頻頻是要上了新聞版面 高調的炫復 也造成了社會的不良觀感 所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也出動了多名的警力 來展開擴大領檢 是針對了上次竹聯邦等 不良的幫派組織 展開閉所示的掃蕩 跟全面的盤查 而且持續的深入來調查 要來阻斷幫派分子的經濟 而這次的行動 將從3月9號一連繼續計席 到12號總共幾天 現在已經查獲了109件的 毒品危害防治案 還有危害槍炮管制條例 以及洗錢法案